有点多检调人员进入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绍庭三多路的住家服务处 不见黄绍庭只见黄妈妈 神情临重坐在一楼沙发 看着检调人员清点服务处现金 最后除了带回三台电脑主机一箱资料 还有一个神秘黑色手提包 因为四连霸的高雄市议员黄绍庭 疑似涉嫌福报助理费 妈妈也被带回市调处接受征讯 地座真的有诈领助理费吗 被问到儿子是否诈领助理费 黄妈妈面无表情不发抑郁 但黄绍庭却被募集 早在检调人员上门前 一早六点多就带着行李 跳上计程车跑了 雄检镇十二十六号针对黄绍庭服务处等十个地点执行搜索 并带回涉案人员 对于案情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发声明 呼吁外界不要过度解读 静后司法调查结果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则表示 一切尊重司法 我们尊重司法 也希望说检调能够尽数厘清 无网无众 这么多的案例告诉你这件事情违法 那你还继续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想这个就社会大众以及我们的法律 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的评判 黄绍庭是现任议员 也是国民党中常委 昔日更是挺寒大将 曾经是台积电驻美国技术经理 2006年取得美国籍 却又反台接棒父亲参选 2008年遭检举双重国籍丢掉议员资格 2014年卷土重来 当选县市合并后第二届市议员 前一天才在脸书po文 支持高铁南延案 隔天黄绍庭就全面失联 检方不排除 发布通气 资深南营战将 深陷助理费 占领风波 震惊高雄地方政坛 靖新闻综合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